所以來看就是 上禮拜讓大家講到今天就是 我們的司法官 是間接到貪污這個案件 因為這個案件 司法醫院多年輕時 不過他現在輕時後 新的司法醫院現在人也不來找到 這個馬雲Q總統現在也還在找 不過有哪來團出說 正在NCC的主委 主委詠勤說有哪是名單子一 不過對著這個領選 民進黨這邊理會已經說明了 他們不可以接受 司法醫院多年輕時後 到底會自己的司法醫院的由誰來講 司法院總統不要叫自己 客人的貪污這個人數當中找人 不過現在團出要做過NCC主委的 首英勤也有在科路 民進黨理會就說 絕對不可能接受 蘇永欽在當NCC的主委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能力超越膽派的 他是非常的偏袒藍營 許許多多的案例顯示 都是成為打擊綠營的打手 理會館碧琳也說 蘇永欽的太太彭鳳智是最高行情 歡迎的議長 還是蘇永欽擱作司法醫長 定義整個會兒都將官司法提供 也輸了這期 加連國民黨立委對學界出身的蘇永欽 在司法改革的領域也有這期 這時候如果是外面再找一個學者進來 這個學者基本上法官現在的士氣很低落 要找個學者進來去改革他們的話 又會引起法官的反彈 又會引起法官很多人想要轉任律師 那反而造成了我們整個司法的工作 反而造成了一個阻礙 秋意認為不曾思考議長的職務 由副委員長卸債權來代理 因為出身先盤體貨 比學家出身的臨算 主意更好 思考議長將來經過總統提名了後 還要經過立法院行司統議館 現金的疫情臨算 將來要副企事法改革的責任 國會這一關 共產黨也會受到高度的減減 以上小組進行台北報導 出來的看就是 本來在這個月的委託 就要來加開的這個 秋涼法的領域 不過現在是希望用來法庭說 包括這個法領域的青島南京 這個中央要域頂住這些所在的行業 現在都全做是秋涼版紀錄 就是說他們沒有埋域 不過已經有人買到票了 所以面對的這些問題到底是要怎麼處理 現在這個航空公司就是說要合作 大家來做吉他和人家 本來七月底買加開的兩花在行前班 第二次算臨時讓大陸民航單位打回來買單杯了 讓國內航空業者真的是嚇一跳 前幾天他們事實上有去大陸有在做這個協調 它賣出去不是很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行設在團體方面的 本來今年五月兩花在行前班丹盤當中 兩花已經達成協議 相片每一禮拜又增加五十萬 包括花行新增加八千島南京 中央北京自由債行店 初步估計已經有千幾千票票買出去 不過現在都變成空投票 並且開錢買票算沒辦法多多 受到影響的業者台大陸就只是說 目前只能夠關於安排入獄 全對上海和香港坐飛機 向第二名說 不過丹盤的兵航是出兵開水 當初是在學習的時候 大陸方面 確實有要求配合酒或會門的行班 每一禮拜最少要二十萬 不過可能想讓該投不一樣 大陸認為 應該包括在新增加五十萬裡面 才會做成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協商結論 我在想可能對岸 但在往上級承報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認知的一個結果 明星局說 會趕緊跟對岸 平行單位交通 中心談判 也不過沒有時間表 人家說其他已經穩穿了在行班機 差不多都是三個半月起工的班機 平行局也說 這裡都會做會來臨談判協議 拿入獎和入獄 儲出最好的行班時間 記者綜合報導 出來來看就是今年 這個大學志一科的生之端 今天已經驅出了 說今年只要割十分 就能來參加這個定期跟分發 不過比較特地主義就是說 普通來說 今年說因為這個物理跟公民跟社會 割了很難 所以這個科學生的成端 普遍都說沒什麼理想 我們覺得非常難過就是說變成了這個去年比較容易 今年變成又偏難了 兩題是最低分都是關聯問題 而不是計算問題 那對於分數有問題 科學生可以在七月二十二合到二十六合 申請學生 不過不管科學生好不好 也是要好好地疼儘管 今年總共有六十五經學校 一千六百空一個科學可以刪到 今年只要所有學家 物理、化學三個加起來有十分 就可以申請定期分發 其實它是一個基本的門檻而已 政績標準是為了要避免低分錄取 另外因為各種QQ課程工業 在購入九月來實施 教育部也幾月要把所有學 研究跟基礎物理頂上科目 分成AB兩種版本 有困難跟簡單的差別 二三年後後的大學立法科學 也會用不同的版本來課 最快會在八月底要來講過 記者林前美区福宅 台北部都 orbit 電視結束 公正 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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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瞳 孤單